淡海轻轨绿三线在12月10日当天 由交通部主办邀请全国各地学者专家 总共有9个人担任委员进行旅刊 而局长表示 旅刊小组共提出了26项需改善的事项 而其中6项为营运前需改善事项 将会在这3天完成 报交通部确认就可以发营运许可后 就可以通车 淡海轻轨捷运绿三线 虽然工程大多都已经完工 在今年11月11日完成初刊 而另外在12月10日当天 由交通部主办邀请全国各地学者专家 共同有9人担任旅刊委员 进行分组简报文件检视 实地勘察模拟演练等等进行旅刊 而捷运局长表示 勘察除了针对工程之外 更办理高价车站失火 进行旅客紧急疏散救援的计划等状况 模拟演练都顺利完成 确定会在这个月底前就可以办理通车 那当然也经过文件检视现场的会刊 还有实际的演练 以后呢 那当然有开出了大概三大类 26项的一个要改善的项目 其中有6项是营运全英改善的事项 然后有这个8项是一般注意改善事项 有12项是这个后续建议改善事项 那我们照网例呢 我们会这三天 大概这三天我们会把这个营运全英改善事项 会把改善完毕 捷运局长表示 屡刊小组共同提出26项需改善的事项 其中6项为营运前需改善事项 有8项是一般注意改善事项 以及12项为后续建议改善事项 而捷运局表示 其中6项营运前需改善事项 将会在这三天就可以完成 报交通部确认发给营运许可证之后 就可以通车 改善完毕以后 我们会把这些都跟所有的委员做一个确认 让他们确认说 这个确实是改善完了 那我们会赶快把这个文报到交通部去 那一旦报到交通部以后 交通部通常大概就会 做一个确认以后 就会同意我们来 有地方政府决定时间去营运 所以我们乐观 审慎乐观的认为应该在今年底以前 就这个月应该可以来办这个通车典礼 局长表示通车之后 有一段时间民众可以免费搭乘 而且就可以让民众先来体验 并且习惯完全不同方式的轻轨捷运设备 包括了上下车门需按钮 以及出入口没有闸门 车站采办开放的方式 但民众免费续程的时间可以多久 就得要看新任的侯友宜旭长 以及新北捷运公司来决定 也相信在不久民众就可以搭到淡海轻轨捷运 记者许多一代车车门不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